amount 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呢 总共有两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呢 落在a这个字上面念成a 接下来呢ou我们念成au 所以整个字呢 我们念成mount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mount amount 那amount呢 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数量 好我们看英文解释 a quantity of something 好我们看下这a quantity of 主要quantity的意思呢 叫做量 now of something 是某件事情的量 这里呢这个我们就英文就念成amount 中文就翻译成数量 那quantity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quantity 我们做个补充好了 quantity呢 通常我们指的是量 一个一届一个东西的量 那相对于量的就是它的值 那值英文怎么说呢 拼法很像 念成quality quality呢 叫做值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在做事情呢 要做事情呢 或生产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质量并重 quantity跟quality 我们两个都要并重 那从这个amount呢 除了a quantity of something之外呢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pain呢 就是an amount of 那an amount of呢 特别要注意到 是到后面呢 接着是不可数的名词 这个特别特别要提醒同学的 那这个amount的前面呢 我们如果呢 再加上所谓的那个行农词的话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行农词可以加上哪些行农词呢 那我们注意看哦 如果加上行农词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a给变成 am变成a的音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加上类似的行农词 有large 或者是small 所谓的大量的 或者是少量的 我们可以在前面呢 加上一下这两个很常用的形农词 来修饰amount这个字 好 那此外呢 我们说呢 amount呢 是接不可数的名词 那接可数的名词呢 来 也是一样的 a large 或者是small 就是我们叫 number of 后面叫接可数的复数名词 所以后面的名词是可数的 而且是可以加s的 所以呢 一个是an amount of a large amount of 一个是a large number of number 既然是数目 它就是表示可以数 1234是可以数的 所以这两个很常出现的片语 同学呢 可以要把它搞清楚 来 我们来看例句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can be stored in a computer a large amount of 来 各位 这个片语记一下吧 大量的 大量的什么呢 information 资料是不可数的 can be stored 这边 stored 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 我们中文翻成储存 它说呢 大量的资料 可以被储存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电脑里头 一部电脑里头 我们现在电脑呢 跟十年前的电脑 真的是不能比 ok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amount 名词 数量